掌声有请李银飞战队 掌声有请Tina战队 相声演员李银飞 大家好 大家好 相声演员Tina 你好 各位好 与世优先好吗 国际惯例 好 首先有请Tina 你看看 我们这边从这个阵势上 基本上就已经盖过了他们 我们这边人多利量大 我身边的就是连礼组合 你们好 你们好 大家好 我叫阿玛德 我是从塞内加尔来的 西非洲西海岸的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的阿玛德 美丽的黑珍珠 欢迎你 大家好 我叫阿玛德 我来自巴基斯坦 来自巴基斯坦的爱玛德 爱玛德 大家好 我是阿里娜 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一个很小的城市 我们这边就叫去当门 我爸拉老乡 阿里娜 对 欢迎 瞧瞧 人可没客气 一下就来了仨 人多没有用 对吧 老将出马是一个顶俩 我们青年人出马一个胜仨 对吧 我给大家隆隆介绍一下 优秀的咱们中国赴德国的留学生 雅子老师 掌握 雅子 对 雅子老师 我为什么称呼他为老师呢 他是我们这个德国的文化中心的一位古证老师 在那传播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说实话 银飞哥 我觉得你这边的选手其实跟我特远 他应该来我这边 为什么 雅子 雅子 我中文名雅静 都是雅子辈了 快快快 你来我这边 咱一边三个就干了事了 君侯啊 第一轮呢 两位都介绍了 谁先出战呢 我们的灯光选择马上开始 三 二 一 停 好 我们看到灯光选择助手在了李银飞战队 所以第一轮首先出战的是李银飞战队的雅子 来 首先是我们雅子老师的 雅子 今晚看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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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I'm driving around in my car I'm driving too fast and driving too far I'd like to change my mind to feel I feel so lonely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t's the 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I wonder what I can see It'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I'm turning my hand to open door I'm t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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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ing around And I wonder what I can see It's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Oh, it ain't been kind of i mean I'm without, I'm without, I'm without, I'm without I learned that I can't change 爱浪浪的天晴 爱浪浪的天晴 我的爱是lemon tree 谢谢雅子 谢谢 请教一下 如果用德语说谢谢 应该怎么说 Dun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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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唱得好呢 好 Good 好 对good 也是good I good I good 这是德语 非常好 这 ganz good 你看到了初学德语的时候 是不是看到了你当初初学德语的样子 对 因为我当时是学了三个月德语 然后我就特别勇敢地 特别自信地去了德国 三个月 对 然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德炯 德炯 炯图之旅 比如说给举个例子 有多炯 就是让我这辈子都永生难忘的一个经历 这是我到德国的第三天 我被关到了地铁的车库里 车库 对 这是我长了二十多年 跟中国都没有遇到过的事 然后 您是喝多了吗 跟着车进库了都 那是我第一次坐德国地铁 然后他两站之后 车上就开始放广播 然后当时因为我也没听懂他说什么 然后我以为 他是说什么 现在他是说我们这辆车就即将停运了 请大家都下车 已经到最终的终点站了 对 然后我当时以为他是说 现在是换乘车站 车上人流较多 请大家注意安全 您瞧瞧 所以我的坐得特别地稳当 三个月的德语 学的是南辕北辙 然后呢 然后他又 因为当时我为什么没下车 是因为车上还有一个老奶奶在车上 一个德国人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听得没错 然后后来那个奶奶下车了 我当时觉得 是不是因为我去的地儿比较远 然后我就还坐着 然后再往下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错了 然后他直接就直接驶入到那个地铁车站里面 然后车上所有灯都熄灭了 然后他那个安全按钮也都熄灭了 我当时心里第一个念头是 我是应该打110报警 我还是应该打 打110 我当时想说 我会不会是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求救大使馆 被困到地铁站了 想到了中国少女德国预险记 其实现在的牙子在德国可以说是已经非常的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而且牙子在那还有了自己的产业 开创了自己的产业 和这个鼓筝和这个声乐和这个唱歌都没有关系 请看大屏幕 饭馆 美食 告诉大家你这个快餐在德国都卖什么中式美食 我们这个主要卖的是肉夹馍 油泼面 然后牛肉面 你这个可是够中国特色的 种类虽然就是很少 但是还是很受德国人欢迎的 我想问问德国人对油泼面和肉夹馍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这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解释什么是肉夹馍 我就说肉夹馍就是中国的汉堡 然后油泼面我们就说 就是面条 Spicy Nut 对 我们就说非常非常辣 然后他们德国人一个美食博主 给我们的面条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 叫做勇敢者的游戏 就是一种辣的极度的挑战 对 因为他们德国人在吃辣的方面就不是很强 对 所以刚开始去的时候 他们都说太辣了 就是刚开始反正就是进展也不是特别顺利 但是我们就觉得不行 我们要坚持 我们中国人就是吃这么辣的 然后后来他们就习惯了之后 每次他们点他说不够辣 我要加辣 那接下来来听一听我们的三位评审 听过你刚才这首《Lemon Tree》之后的感受 好不好 首先我们有请今天的唯一的一位女评委 言当当来谈谈你的感受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女孩 首先你有勇气 能够走出国门 然后刚才你唱的那首歌 我想说一下特别的像你的性格 我觉得虽然咱们是第一次见面 我觉得你的性格是火辣辣的 我不知道你是四川人 你是哪里人 我是在北京长大的 然后祖籍是山西的 因为我爸爸妈妈在那边工作 我们俩老乡啊 对的 但是他像四川女孩的那个性格 对对对没错 他那性格像四川女孩火辣辣的 虽然你是山西人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把那种山西人的那种质朴 四川人的火辣 北京人的那种真诚 在这首歌里得到了体现 特别好 祝贺你 你下次可以把老陈醋也带到您的快餐店里 那个酸溜溜的 让这个德国人在挑战了极辣之后 挑战一下极酸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冯小泉评委的感受 我觉得雅子 刚才听的你的歌曲 我觉得特别的松弛 而且声音呢 很有质感 感觉非常好 谢谢 何刚评委来听一下您的感受 雅子 Dank Dank 可以哦 这个无论是这个形象 无论是歌声 还有无论是在德国的第一次坐地铁 虽然是遇见了小的麻烦 但是成功脱险 还有这个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 真是 Gantz Good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第一位选手雅子的表现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看和他同轮竞争的 Tina战队的联礼组合的表现 联礼组合 今晚看你的 那是从世上彩下的红 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 一张天下最美的脸 没有人不留言你的容颜 你明明亮的眼睛 牵连着我 让我守着梦想 眺望未来 当我 离开家的时候 你满怀深情 吹向号角 五星红旗 你是我的骄傲 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 为你欢呼 我为你祝福 你的名字 比我生命更重要 五星红旗 你是我的骄傲 有请三位 三位来中国有多久了 我2013年8月到中国 那到现在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 你呢 艾玛德 我来中国两年了 两年是吗 2016年我在中国 2015年是吗 16 16年 两年都将近三年了 你呢 阿利亚 78年吧 78年 我跟他们在一起交流 我觉得就是和三个中国人在交流 语言完全没有障碍 中国有一个诗句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 叫 在天愿做笔一鸟 在地 愿为连礼之 所以你们这个连礼组合 是取这个意思吗 这说两个人情投意合的 你们这个三个 因为我们三个都是 带领理工大的学生 带领理工连礼 就是这两个字 这么个连礼 对 然后还以为是 我们跟中国永远的爱情 连礼是我们与中国永远的爱情 对中国的爱情 对你们的爱情 所有人的爱情 还有我们三个朋友的爱情 您瞧瞧 显得我这个中国人多没文化 人家这连礼 不仅有中文的这个缩写 人家还有隐身 有含义 不仅有小爱 还有大爱 那我听说这三个当中 好像有一个中文学的特别的地道 为了展示它的地道 它要给我们来点不一样的 对吧 阿玛杜 对啊 对啊 阿玛杜你先跟我们说 你学中文靠什么 你有自己的窍门 我看中国电视剧 我特别喜欢看 我有的时候看着苦 看着笑 我在公交车也看 我比较喜欢中国古代的这些电视剧 比如说《迷月状》 《大年花开月正元》 还有《如意传》 《豪兰传》 还有很多 《甄嬛传》看过吗 看过 《甄嬛传》里有甄嬛体 会吗 会一点 会一点 来 这样 你把你会的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吗 好啊 没问题 让我们看看你的这个台词功底 好吗 好啊 来 掌声鼓励一下 你演的是谁呢 阿玛杜 我演的是 可能是孙丽演的 孙丽演的 那都是小主啊 对吧 来 小主 来 二位开始 小女 来自大远理工大学 初来家道 先向姐姐们请安 以后 还望姐姐们 多多招呼 方才 心里想着 给各位演唱 一首 红旗飘飘 祝行 怎聊 诸位都是 精彤 清奇书画 保读 是书的 小女 今日到时 半门弄腐了 松一 盛典这个节目 也 真真是好 好 真的相当的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三位评审嘉宾 听过他们刚才演唱 联理组合演唱的 《红旗飘飘飘》的感受 好吗 首先我们有请刘和刚评委 刚才的这首《红旗飘飘》 这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 也是在大型的活动 大型的晚会的时候 也经常唱的一首作品 因为这首歌 不只是一首音乐作品 它也表现了 960万平方公里 13亿人的一种心声 这是旗帜 是方向 我们共同用我们的心声 创造这个民族的幸福和未来 刚才这首歌 我觉得同演唱很好 而且这个编曲编得也很好 也很适合你们 在台上三个人来共同演绎 我希望你们在中国 学得开心 玩得开心 住得开心 更希望《纵旗飘飘》这个舞台 给你们带去更多的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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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来听一下 言当当评委的感受 你们选择了这个《红旗飘飘》 首先《红旗飘飘》 像刚才何干老师讲的 它是音乐旗帜 代表中国人的一种心声愿望 同时从你们的嘴巴 唱出了这种 《红旗飘飘》的 这种中国人的自豪感 和这种幸福感 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 特别地激动 也特别地高兴 特别感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最后我们来听听 孔子小天评委的感受 我觉得你们刚才的表现 非常的精彩 因为我觉得你们唱的《红旗飘飘》 让我感觉到我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版 又色彩斑斓的一种感觉来演唱的这个作品 就是这个《红旗飘飘飘飘》的作者李杰 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作曲家 他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他要看到你们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对他来说也非常的 我想他会特别地喜欢 以上是三位评委嘉宾对联礼组合的评价 那接下来要看看第一轮的成绩了 让我们有请两位队长 还有和你们同轮竞争的第一位选手 让我们掌声有请雅子 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两位队长 为选手的第一轮拉票环节 首先我们有请李银飞为雅子拉票 30秒倒计时开始 大家刚才听到了 我们雅子包会唱歌 还会做面 天底下最好就是这饭 饭里最好就是这面 面里最好就是这蒜 蒜再好 也没有雅子好看 他上台我心里特别地有底 雅子上台我有底 歌美人好无人比 观众掌声四下起 今天一定迎联礼 还有最后五秒 不用五秒了 投票投票投票 打分打分打分 谢谢 好 精彩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Tina为联礼组合的拉票 30秒倒计时开始 我这边要说的 就比她要简单的很多 首先来讲 我身为半个中国人 他们在上场之前 一直特别紧张 一直问我 万一我们的发音很不标准 他们听不懂怎么办 或者说 万一我唱歌忘了台词怎么办 我说不要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观众 是全世界最好的观众 所有朋友们 咱们一起为联礼组合 加油好不好 他们热爱中国 热爱舞台 送他们一句话 有鹏子远方来 不以乐乎 瞧瞧人家最后落点 还有队员的组合 组合拳 那究竟谁更能打动 我们三位评委呢 这一票您又要投给谁呢 首先有请刘和刚评委 一边是在国外留学的中国人 一个是在 一边是在中国留学的国际友人 无论友人还是亲人 都是自己人 这个命运共同体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始终是一家人 但是呢 站在这个舞台上 必须要给大家制造点矛盾 要有分歧 因为这个小的分歧呢 也是沟通的 良好共同的一个过程 是为了更好地增加感情 打热心妈是爱嘛 是吧 我选择牙子 所以这一轮 第一票是 李云飞战队的牙子 获得 谢谢 此时场上是1比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严当当这一票 投给谁 能打平吗 这个票得投啊 得投啊 只有一票 那我投给 连礼吧 连礼组合 连礼组合 获得一票 所以此时场上是1比1 现在最纠结的 是冯小泉评委 我还是替我的老哥哥李杰 头上红旗飘飘 连礼这一票 好 恭喜同志 场上是2比1 Tina战队的连礼组合 获胜第一轮 所以也获得了 优先选择奖品的权利 来 两组选手回头看 看一看今天你们的数字 分别是几 现在场上有一个 九宫格 连礼组合商量一下 告诉我 今天你们选择的数字 是几 三 三数字 好 雅子告诉我 你今天的选择数字是 七 七 好 一起来看一下 你们获得的奖品是什么 恭喜连礼组合 获得的是跑步机一台 也恭喜我们的雅子 获得的是豪华按摩椅 第一胎 恭喜雅子 我觉得他们私底下 应该加个微信 他们这边跑步跑累了 上他们家那会按摩椅 这边按摩舒服了 去那边消枝去了 两个选的数字也很好 三七 还二十一呢 三 asi 糟糕 简门 鲝